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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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何棍非常照顧 無為不治 所以何棍會變這麼大孤 我們會變一個人 何棍自己也愛吃 現在最近有開始改變了 我上到很近了 現在一上 我剛剛看起來越來越不一樣 越來越延遲 不過在現場 陳教授也不一樣 開玩笑 我們現在給何棍的專輯報道 謝謝 大家午安 他們給我一個簡單的題目 可能是 我們先從這裡談起 就是美國政府 為那個老百姓 他替你做什麼 我想這樣的題目 我們作為未來 我們一些參考 這個思想上的一些參考 我們來做個比較 那將來我們知道 民政府要為台灣老百姓要做些什麼 我們可以直接 比較比較 那基本上 我在大學 我們學經濟 所以基本上 就是 這個人民不能做的 這個政府要做的 或是人民 如果組織起來 靈性組織起來 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效率來做的 這個政府要做的 那一個很明顯的歷史就是國防嘛 對不對 因為就算我們大家 分為部落的話 我們要做好一個國防 我們沒有辦法聚集這麼多的錢 讓這個人力 然後我們還要開發新武器的研究種種 所以我們適合用一個專責機構 來處理那個國防 這個是 就是 早年 美國 從 革命時期 當然就開始 處理他的國防事業 到今天就有那個國防部 所以我們在 美國軍事政府下面的一個 一個 機關 或是一個體系 當然我們這個國防 包給美國做的 同時 在今天 很複雜的一個事情 也是外交 外交交理說 也是 美國 應該是要替我們做的 美國的海外關卡地 沒有一個 是自己做自己的外交 所以 或許 將來每一個 美國大使館 會有一個台灣師 或什麼 來處理我們相關問題 那我們知道 像美國一個聯邦政府 他也處理難民問題 他也處理 政治庇護問題 我們常常想 如果 中國哪一天 像天安門那樣子 重新 啟動 重新 有個大的 那個社會 變動 那一千萬個難民 他第一個想法 啊 我去台灣 那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當然 如果我們 我們 做為美國軍事政府 下面 你的關卡地 那很簡單 我們用所謂 都路門模式 台灣海峽 封鎖 對不對 第七艦隊 馬上封鎖 台灣海峽 那沒問題 你要申請 直接 你申請 把表道 美國白空 對不對 跟我們台灣的中央政府 沒有關係的 讓他們去處理 所以這些很大的事情 我們讓他去做 但是更 就是更廣泛的 就是我們回到社會上 我們要政府做的 就是提出遊戲規則 政府都是要提出遊戲規則 為了我們人 來配合這個遊戲規則來生活 他提出的是 可以公平的遊戲規則 那我們看看 呃 今天 我們就談到 普遍在社會上 看到一些現象 呃 外公 外公 是現在這 七八年 越來也普遍的一種現象 呃 我跟我太太都是 六十九頭 呃 我們還走來走去 呃 如果過馬路 呃 這個 綠燈 我們還會跑一下 所以當然我們身體 呃 這個運作很重 我們不可能 申請什麼外公 呃 但是我們 有好幾位朋友 呃 他的媽媽 呃 住在鄉下 八十歲 呃 他每天還是起來走來走去 然後他自己煮飯 但是 他有 他有一些疾病 他心臟不好 他心臟不好 醫生說他心臟不好 醫生說他有湯鳥病 醫生說他有 他有什麼這裡 他這位抽筋 所有這些東西 還是總評估 他還是能走來走去 他也申請不到外公 八十歲 那 他一個人住 他想是早就過世 呃 這樣合理嗎 呃 再來換一個例子 在我們住內湖 他也是內湖 大樓裡面有好幾戶 然後 他們比我們年輕 那個太太 呃 太太先生 比我們年輕 還想想去打網球 呃 做其他的運動 我 我跟我太太已經 沒有做這麼激烈的運動 還 想想去騎腳踏車 帶小孩子 進進出出 啊 他們都有外用 他們身體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啊為什麼他有外用 他有什麼狀況嗎 幹嘛你問他很簡單啊 他知道在哪裡送火包 所以記得目前這個政府 他所提出來的 遊戲規則是非常不公平 啊如果像外商 外商看到這些情形 那個直接去政府機關說 欸 他也住在這裡 他也住在一個大樓裡面 他說我好幾戶 他們都有外用 啊我申請說 你說我跟我太太也不夠 不夠資格呢 是什麼一個情形 啊 啊那個 9月 呃 服務兩位 他可能直接回答說 你連去 身體好好的 不可能有外用 你說你要不要過來看 呃 我對不起我們是內情 不是外情 所以其實遊戲規則 是非常不合理 非常不公平 我們執行不一 執行不一 執行不一 這個是目前台灣 呃那個 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像 呃人家早就提醒我說 你看這條路 商業活動很頻繁 他在這裡開商業 哪一天他不做的 他今天做牛排館 不要以為你和先生 下一次會接下來做牛排館 你做了三天都被取締 為什麼 為什麼很簡單嘛 因為風年過節 那個消防隊到他那邊吃東西都不要 不要給錢了 所以他什麼檢查什麼消防檢查什麼都通過 但是你姐妹通過 因為你不知道把好處給誰 你不知道把那個照片給誰 所以這些遊戲規則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這個角色已經不是一個好證 那現在我們最熱門的話題是 現在社會上最熱門的話題是加稅 加稅 所以一個公平的稅制也是 政府提出來的遊戲規則很重要的一盒 那我再給 川普再給我抱怨 他說為什麼多年來 政府撥很多預算給各個單位 我們就一個例子 農會 政府撥很多預算給農會 農會用這個預算來蓋個大樓來辦公 那後來他擺第二個大樓 他去那邊辦公 去一個大樓租去去 那個錢會誰 是回到國庫嗎 沒有回到農會 農會 農會是私人機構 要年底 吃維牙 求什麼 求別墅 求民者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東西 這個錢怎麼會是他們的 這個錢是人民的 這個錢要回到國庫 而不是在那裡的水面說我們今天要價稅 因為稅不夠 所以將來我們 我們有這個稅制 隨時我們必須能夠 人民提出這個稅務上的這個問題 提出這個建議 其實我覺得很多這個過去的這些 這些這些結構 都要重新全部要重新組織 要重新做一個組織 讓我看什麼錢應該回到私人團體 什麼錢應該回到政府的團體 那我知道今天我們有牧師在場 好幾位不是郭牧師 我們還有和尚名姑在場 但是我必須講一句話 這個宗教自由不能無限的相當 賣東西是商業行為 租房間是商業行為 有的有的難度有的什麼 大樹香他有一個很大的重要團體 我先見識不方便說名字 啊他出房間賣禁煙盆 所有這個活動一毛稅都不要 再來呢他蓋一代對建築 欸奇怪查出來了 都沒有建築指導 也不用取締 團員也不用下台 這個王建宣繼續寫他的書 他認識已經寫六本 還在寫第七本 他有很多時間寫書 沒有在查什麼違規案 這樣對嗎 對 啊美國三權分立 沒有什麼監察院 監察院是一個 一個政治的一個 就是講那些肥猛 就是給他一個定位 每天去上班 去上班 領很多錢開白會 對不對 領很高的薪水 他要做 要不要做 是上面指定 不是你老的心神給你 求他說 哦這裡有個違規案 對不對 監察院連美國最基本的 美國第一任總統 第二任總統 第三任總統 都知道什麼叫做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 啊你常常在台灣 我接受到很多民間團體 他跟我說 你檢舉到監察院 你檢舉說 警政署做什麼做什麼 不合理違法 他就把你這個函 轉給警政署 說這個你有沒有違法 啊警政署回答什麼 我沒有違法 啊就這樣 再過兩三個月 你看到什麼很大的新聞 哦生產院在橋樓打鼓要查什麼案 查什麼案 因為昨天總統提到什麼 昨天那個院長提到什麼 所以今天 橋樓打鼓要查什麼案 你自己才想到我的案呢 我的案幾個月前 檢舉之後沒有效了呢 啊你去跑一趟檢查院 他說我去給你去還你 那一份已經轉相關單位 已經打過你說沒事啊 這個想說 這個你高興他是做一個轉性戰 你的案子他絲毫不重視 而且你沒有任何救濟管道 因為他不是行政機關 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 告監察院是不收你三個字 好所以這個遊戲規則 你從這裡看得出來 這個遊戲規則是非常不好 像是有一個一個 宜蘭可能是伊華東州 當然我不能指責伊華東九長 因為目前你還沒有執政啊 但是那邊有什麼鴨場 然後在講鴨子 然後說有旁邊有工廠 就一直排很多毒的東西出來 然後大家檢舉檢舉 後來報紙有一天就燈很大 去發問那個人說 我檢舉半年以上沒有任何回應 沒有人離我 算其的遊戲規則在哪裡 對不對 就是一些人在後面 一些人在後面 是做一個保護對不對 每一個事情齁 每一個事情如果他是 不應該存在的 就有一些有利的人是在 在那邊在做個保護 所以今天要加稅 欸奇怪 為什麼檳榜貪 你已經說了 檳榜課會致癌 檳榜課會致癌 那香菸的課會致癌 香菸的課中稅 檳榜為什麼沒有課稅 為什麼 政府是不是先回答 檳榜為什麼沒有課稅 你再談加稅 對不對 這個不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 當然後面一定是有某些人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他就要課稅 所以今天我是提出來一些想法 政府要做什麼 OK 政府要做什麼 政府不要做什麼 OK 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政府應該如果要有保障的 要特別注意 特別留意的 就是人民的就業 人民的就業應該收到保障 在台灣人民的就業有收到保障嗎 沒有啊 我太太前幾個月去揚米山 她要去那邊喝茶 吃瓜子什麼 按摩 她有一個公園嘛 她說現在都是警察站班嘛 為什麼 因為某一個 某一個上面這個吃飽飯 沒事幹的就規定說不能按摩 不能喝茶 不能吃瓜子 那人民的就業呢 那人民的就業呢 這些人只在南國自己 這些人不是在排隊領究竟金耶 你應該跪下去謝謝他 你還禁止他去做 這個是非常不明智的一個做法 你可以瞌睡 你可以管理 但是你不要取病 所以我希望將來民政府 投擾好是保障人民合法的就業 我今天也不是提倡賣 賣安非他命 對不對 但是茶是你的文化 啊說你吃瓜子也是你的文化 對不對 按摩在這裡很好 不然為什麼不把楊比山公園 作為一個按摩公園 休閒公園 請所有國際人士 她也要來做一做 泡泡茶吃 吃東西 A國際有名 歐尼漢有一個休閒公園 台灣人的文化水準特別高啊 我為什麼不用這樣的想法去面對這個事情 而不是派人夠緊密去取締啊 沒有頭腦啊 再來我覺得第二次非常重要的就是 水校是一個安全的住宿環境 什麼幫派 什麼霸凌 什麼欺負 那些全部 O-U-T-R 全部給我去去去 你校長直接負責任 不要有任何這種行為 你每天損失 你不是立委來 你請他們吃吃飯 聊聊天 不容易每一個教室 隨時在監督 隨時在 隨時在看看 隨時在觀察 隨時有什麼不好的行為 欺負的行為 反學習的行為 你隨時查到清楚 所以為什麼我認為說 那種 那種教官那個制度 其實我覺得很難 但是教官不要設計政治 對不對 政治思考是自由的 但是教官要設計 要做的是秩序 他要處理秩序 嗯 老師在這裡 要老師兇學生幾句 這樣子造成很不好的一個氣氛來上課 但是教官不會出爐 教官我們其中央的人 當然就是像美國電影那個羅里斯接狂 啊 你好 你好 你好怎麼樣啊 哈 過來啊 哈 過來過來啊 你要怎麼樣 你要出船 怎麼出去看啊 請教官來執行秩序 我給學生比較乖一點 對不對 當然阿弄那種寢也好啊 嗯 我們可以做一個模範的學校 OK 所以 這幾個事情 啊 最後 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有錢 這個問題比較嚴肅 但是我必須提出來 有一天 我們有錢 我們委託美國那個智庫 給我們研究出一個報告 這個 我提出這個問題也是高色 我作為美國人 我也是願意檢討的 OK 我要讓他們寫個報告 美國200年最失敗的政策 提出來做個檢討 我們將來台灣不要走這個原案網路 OK 我知道一些 我知道一些 譬如說 未婚媽媽的那個福利金制度 經過檢討幾十年 那是非常失敗的 對不起 你不能走這條路 你必須請大家負責自己的行為 你越來他們救基金 他越不結婚 他越生孩子 而 這個問題很嚴重 一個健常的家庭 有個爸爸 有個媽媽 你看 你看那個 像我兒子 我兒子是學那個武術的 他雖然是美國護照 但是他是男子漢 那位他走在街上 他很拽啊 有時候 我太太有個朋友 他的兒子說 誒 要不要跟我兒子做朋友 那個人過來 那個兒子一碰我 我兒子的那個肩膀 我兒子就閃 他整個身體語言 雖然已經16歲 他的身體語言不是男孩子 他的身體語言是女孩子 我問我太太說 他是不是沒有爸爸 他說 爸爸長期在大陸沒有一起生活 你看 男孩子有一點不像男孩子 那種感覺 被我兒子來說 嗯 他不喜歡 對不對 所以一個健常的家庭 要有一個男孩子 要做一個爸爸 要有一個女孩子 做個媽媽 對不對 至少這兩個角色要出來 怎樣出來 所以 你作為這個 作為這個 微婚媽媽的那個福利進行的支度 這個真的是失敗 你知道那個 那個支度是 美國的衛病是說 我隨時可以來查體 我隨時來24個小時 我隨時可以查 我隨時敲門 我隨時進去 如果有男孩子在這裡 你的福利 我給你砍掉 所以 他的男朋友也不敢來救 他的男朋友也不敢來看 所以他們永遠不會組織一個家庭 養出來的小孩子 那 也當然就是 講到以後就是犯罪啊 就是暴力啊 就是不讀書啊 流浪街頭啊 非常的不好的 一一直轉下去了 所以 我們要檢討美國 主要是美國 以後更有錢 我們檢討其他的國家 就是過去時代的政策 我們台灣要走的是 成功的政策 讓我們要我們的民政府 提出來良好的遊戲規則 讓社會有個 非常好的運作 這是我的期待 謝謝 謝謝核惠元 核主問的這個專輯演講 不過 我有意見 那個美國 最失敗的政策 他不會說 美國總統對台灣人 處於政治電力 公民處理 來 但是這個核太太 她想說 她要跟核惠元補充 她說得不好 她要補充補充補充 歡迎 大家好 你看我們核心很高 站著 大家都看得到 我如果站下去 可能看不到 好 我跟核惠元 大概認識三十多年 但是結婚也二十六年 那這二十六年中 我跟她的爸爸媽媽 也之間有相處了十幾年 我一直覺得 公婆對我還是蠻好的 因為相比不多 但是無期待 我感覺她的媽媽 非常的嚴厲的 在罵她的兒子 可是她的眼睛是看我 我想講一下 這個故事呢 這是在我們家發生的 那也看到美國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好 就是核惠元的爸爸 在一九九四年過世了 回去美國辦商禮 辦商禮的時候 我的婆婆沒有哭喔 她很堅強地辦人商禮 辦人商禮以後 核惠元問她媽媽 媽媽我陪妳 妳要辦一點什麼事嗎 她媽媽第一件事情說 我們趕快去銀行 為什麼呢 美國的退休的公務員 國家把妳的每個月的退休費 是一月以後就撥給妳了 一年的 每年的一月以後 撥給妳一整年的費用 但是她這個國家有一個奇怪的規定喔 說妳必須活過超過一個月 妳知道我給妳老人退休金喔 妳一定要活超過一個月喔 沒有超過一個月請妳環鐵國家喔 妳要全部整年度的都撥回喔 結果呢 我的公公核惠元的父親 是在一月三十一號晚上十一點半過世 就剛好長了半個鐘頭 所以我婆婆要趕快把一整年的退休金寄給 寄環鐵國家喔 上禮拜完 和人眼就在旁邊問啦 她說欸媽媽 爸爸不是在國防部退休的公務員嗎 意思說在當地還能受尊敬的 那這個醫院的醫生和這些人 不是我們都很熟嗎 意思說怎麼不叫醫生幫我們 半個鐘頭把呼吸器拿掉 或者是那個寫死亡證書的時候 差半個小時幫我們醒一下 妳知道嗎 合理人就這樣跟她媽媽問 她很天真的這樣問欸 我告訴妳喔 我婆婆辦上妳沒有哭喔 我看到她聽到兒子講這一話 這樣整個連發抖 然後生氣到哭出來喔 然後把她叫去旁邊 然後哭起來說 上帝仁慈的上帝保佑 妳剛剛講那個話 還好沒有人家經過聽到 沒有被人聽到 如果有鄰居聽到的話 我必須搬家 妳給我講這段話 我怎麼住下去 她媽媽喔 對四十二歲的時候 對著 然後說了一句話 今天真的是上帝保佑 沒有人聽到 但是我給妳讀美國第一流的高中 美國長順的第一流的學校 妳竟然說出這麼對不起國家的話 然後可惹妳就在旁邊這樣子的話 就是看這樣不敢講話 她媽媽說了一句話說 妳去台灣二十多年 是不是妳去的地方有人這樣做 妳知道嗎 她媽媽這樣對著她罵 眼淚一直掉的時候 可是她眼睛是抗龍 前面在談她的兒子 長順可能畢業的 但是後面的那一句話說 妳去的地方 妳一去去幾十年 妳去的地方 妳去的地方 有人這樣做嗎 大家都在那裡走 大家都在那裡走 好 各位 我告訴妳 我一生第一次被罵 她在罵她的兒子 大家眼睛是看著我 我那個身上覺得好像被刺到了 我的尊嚴 我一個台灣媳婦交到他們家在這裡 覺得很受傷 可是我也同時知道 人家的國家為什麼會強盛 老百姓 辦完商禮 第一件事情是趕快去銀行 把錢還給國家 規則就是規則 不管這個規則合理不合理 我想 我曾經講過這個故事 所有人都跟我講 在臺灣妳如果沒有這樣就 公主都說 是不是這樣 我用了一點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國這個 我們所謂的建 我們要走這樣的 民主改革的故事 希望大家了解說 也要老百姓有足夠 我們有足夠的素質 我們才有這樣的能力去執行 謝謝 我們阿平常 阿平常 德泰在說話這裡的位 我們大家來替 阿媽媽來拍手 跟她鼓勵 跟她鼓勵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因為我們本來是已經四點結束了 大家要好好照顧我們 不要緊 如果有時間我們可以看 如果沒有時間 我們四點尊時結束 結束的時候 大家人家拿這個名牌 去換那個鳳梨書 原因是說 你回去要有所交代 以前是端午節 回去要有所交代 拿給你的家 你看看我把它吃了 這很好吃 來看它臨時動議 那我現在議員 你讓它發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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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 乖晞以前 我再一次跟我們七個集園集團說 我們七個集園集團 我希望以今天的模式 這種的形式 集團裡面要開 集團的內閣 跟集團的周參議會 聯繫會議 這個費用呢 所有的費用由中央負擔 但是我要說這點是說 你那位內閣跟這位參議會的成員 一定要做完高級訓練的學員 才能夠擔任 如果沒有的話 看你要用什麼方法 我們在網站中間 現在切得很多人都沒有